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按下地针,要怎样能够把这个数字加一重新写回去 而且是自己呼叫自己,按地针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在呼叫自己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前提就是说你要怎样呢? 自己呼叫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我们的资料,最后可以把它读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用隐藏栏会懂得,其实也可以啊,你就把它写那个词,写到隐藏栏会,然后下一次把它读回来 然后下一次再把它加一再放回去,加一再把它放回去 只是说这样的方式可能很麻烦,不太容易做到 另外就是说呢,还有一种状态就是 有的时候Cookie刚好被关掉 你要做一些写入资料的动作的话 那你也可以放在Session里面 做个 变通 那这里的话,当然我们要需要几个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主要是 Session 物件与那个UIL重写 那这地方的话呢 这个Session 物件预设是用 Cookie储存这个Session ID 那如果使用者进用这个Cookie的情况下呢,能打算 运用这个Session来进行会话管理,那可以用什么 搭配这个所谓的UIL重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 必须要搭配一个就是Response 物件的什么呢 Encode 来协助这个UIL重写的动作 那里面的话呢,像我刚刚做的动作呢 这里面有哪一些重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我需要产生一个 所谓的几个变数啦 第一个变数是Count Count的变数的话呢 预设为0,它是一个整数 然后 这边一个Session 物件 对不对 建立一个Session 物件 那这Session 物件的话呢 首先就是 利用那个Gate Attribute 也是Session 里面的Gate Attribute 去取的什么Session 然后呢,如果它不等于诺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把它读出来之后放在C 再加1之后的话,其实这边可以写成加加 把它再写为什么 Count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把它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之后呢,这边就加1 加1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递增的时候 按下递增的超连结 为什么它会加1 基本上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 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Respont 物件里面有个方法叫 Encode UL 然后呢 把什么呢,把Counter 这边把它加进来 那这Counter的话呢,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 转向的话是转到我们的View的名称 这个是我们的View的名称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转向的话 是转向到我的View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这一个UIL的View的名称也叫Counter 也就是利用那个 Respont 这个UIL Encode 那再转向给它 转向给它之后的话呢 我们 就等于是在呼叫一次自己 那呼叫一下自己之后的话 一样的方式 因为 这个Session并没有清掉 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呼叫的时候又再get一次 里面的值 比如说加回去本来0 加一次之后变1 1之后下一再呼叫自己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 加1之后的话 那这个值还是存在Session里面的Counter 所以 下一再呼叫自己 又一次 又一次 OK 那这个地方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当然我们之前 在转换网址的时候 有没有 转换网址有前面有几两种方式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 get 什么 前面有一个叫我们在login里面 我们有用到几个方法 我们有提到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Sendrederet Sendrederet 那 如果你用Sendrederet 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rederet再转回去自己 有没有办法做抵真 第一个各位可以试试看 为什么不行 你可以试 就是 那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也是 request 嗯 不过这个Session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可以try一下 没关系 OK 那另外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刚刚讲就是 必须用什么 get request 没有把request跟response 没有把request跟response 传过去 因为我们在 做传递的时候 基本上 Session 也是存在 这个 request 物件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 再重新呼叫的话 它就不存在 不过我们这边 有 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呃 因为我们是另外在 起一个什么呢 这边我们有重新在 宣告一个 HTB Session 然后它是存在Session Server端的Session 物件里面 这部分我想可以试试看 那 两个方法 前面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login的话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要把 顺便 除了说 我要转换到那个网址之外 还要forward的 什么 顺便把那个request跟response 把它丢过去 那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直接转职 两种方式我想可以 可以试试看 第三种方式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 这一个里面有用到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 呼叫 request respond.encode encode 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最后 第一阶段就是要至少做出这样 递增 可以让它递增 那方法很多啦 那你如果可以做出Session之外 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除了Session物件之外 也会有别的方法 更好 当然我觉得 这个动态网业技术没有绝对的 反正你最重要就是你要达到 客户的需求 反正他要什么反正你给他 他根本也不care说你里面到底有什么做的 而且你小量资料你用什么技术都没差 没感觉嘛 因为流量小 除非说你那个网页 同时存取上万个人的时候 一点点差别就有感觉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是叫counter 所以 请各位再起一个 建立那个counter的一个sublet 然后再把它建立view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最早我们有讲到那个JSP 其实sublet全部都可以变成JSP 只是写法不同而已 不是很好用 看自己啦 有的人还是 那现在很多 sublet跟JSP 你会发现 往那边的JSP还是比较多 讲到sublet没基本 也是 也是一样的啊 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我 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而已 可是 而且他有一些构病 就是HTML跟很多不同的 没错 但是有的时候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因为 如果他是早期 有没有 像那个 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ASP那年代 HDM 起来的那个 那种工程师 有没有 所谓的那种 前一个世代工程师 有没有 他看这个他会觉得很痛苦 他看那个他会觉得 很熟悉 那个是因为 经验不同 就像说他习惯用DOS 像我那时候早期我的主管 你会发现他很少在碰滑鼠 他即便是windows 他里面还是让键盘 而且他还喜欢 呼叫DOS 起来 打指令 即便要做什么事情 call档案啊 然后 键资料 什么什么东西 有没有 她都会在DOS 下 你会不然他键盘一直在 开开开开开开开 我就觉得很奇怪 滑鼠 Mary 你这个顶点一下 就好了 但是他就是习惯问题 这种东西你说哪 你说有绝对 当然没有啦 习惯问题 昊 所以你说 JSP好 还是 naked 其实在 最后结果 我用客户端来看的话 结果做出来最快最好 最快 当然就是最好了 就是 enduser端其实他不care说 你是怎么用什么技术多高超啦 这部分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前面我们有讲到那个JSP部分 因为 奈德这边好像也是要用JSP来开发的样子 之前好像前一批同学他们有 实际上开始乱 好像也是用JSP 所以 我不知道说这个ServerLate 因为 开发环境不是用Eclipse 是有另外一套 什么艾尔什 另外一套开发ID IDEAL 对然后Server也不是Tunket 所以 要做一点转变 之前也在想因为我教的时候是教ServerLate 但是他们好像 ServerLate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找不到建的 的地方还怎么样 前一期是直接 因为就是Server 就是Server idea给他们再装 然后我上课是用Eclipse 他没有idea 所以 中间 那这一次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 是不是要关idea 没有 用 就在第一个 OK OK 那你们开始拆了 还没有 Tun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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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7个人 Tunket Tunket Idea Tunket 他没有全面的 这也是没有反过 对 Tun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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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ket